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了中天直播团队 这一次一样是跟着大甲妈祖绕镜 巧遇艺人吴凤也在绕镜队伍当中 吴凤表示已经参加好几次绕镜了 几乎每年都会来 这次因为小朋友要上课 预计只参加两天一夜 祈求大家在这一年都可以平平安安 顺顺心心 还要过正常的生活 另外也有非常多的网红 也带着外国朋友 一起来参加这次绕镜 吴凤来了 大家看一下 哈喽 哈喽 你来参加妈祖这边绕镜有多久了 很多次了 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应该四年以前一样拍节目的时候 后来每年有机会的话 平安健康的话我会来 预计要待到哪一天 我们节目的安排是两天一夜 因为孩子要上课 我也要工作 但是我觉得是 中年是不管是你要做几天 来这边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这样子一个文化 入军睡是已经很很有意义了 很甚深的 那这次我跟妈祖求什么愿望吗 跟大家一样 希望今年全世界回复健康的日子 因为已经一两年 大家看不到自己的家里 尤其是跟我一样海外的朋友 所以希望大家健康平安 就是最大的梦想 好谢谢 谢谢你们哦 谢谢你们哦 大家平安哦 我爱台湾 我觉得感恩 感恩 感恩的气 很感恩 对啊 那你的第一次来参加吗 就是他的第一次来 对 第一次来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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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number one 马族 pilgrimage number one 感觉怎么样 什么 感觉怎么样 感恩 感恩 因为很多人 我会觉得 我感觉很安全 在台湾 我很愿意在台湾 现在 能够在台湾感觉很骄傲 我们住在台湾 我们的 什么说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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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兴奋 兴奋 对对 为了无安飞院的关系 我们这里在很安全 我觉得 在意大利真的不好 所以我很开心在这里 OK 那预计会待多久 我来台湾差不多 两年多 两年多 对对对 谢谢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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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妈绕境第二天 鸾轿一路往南走 而彰化南瑶宫 准备要接驾了 香客大楼被妥 400份的防疫包 还有呢 这个省水也要大作战 因为当地 开始有一些缺水的问题了 就连洗澡也有时间限制 沿路有许多信徒 干脆不洗澡了 他们用湿浸巾擦拭的方式 也有人随身 携带干洗手 3 2 1 大甲妈鸾轿 深夜子时起驾 所到之处万人空向 十号一早通波大肚 鸾轿一路往南 台阶的我们的妈祖的鸾轿 总共我们的佛家 配合防疫 避免钻轿地 但为了求平安 还是有大批信众排排柜 诚心等待 没有包包低 尽量低 尽量低 除了防堵疫情 今年绕境也碰上半世纪来的大汗 台中彰化部分地区停水 信众盥洗清洁怎么办 没办法洗澡 那就只好用四支筋 四支筋擦干的 会尽量赶快洗一洗 然后沐浴乳 就会从头洗到尾这样 自己有期待四支筋 另外就是还有这样酒精 干洗手 主要是脸部跟身体 比较容易流汗 地方在擦拭这样子 驱宫所设置防疫站 免费提供干洗手肥皂 给性重消毒 另外将化南瑶宫准备机架 庙方封井神经 执行神水大作战 备足四百份防疫包 我们一粒采实名制 而且这些消毒用剂 都已经帮他们准备好了 香客大楼限制多 要洗澡得看时间 只开放三个半小时 晚上六点半到十点 妙方说缺水带来不便 希望信众能体谅 期盼雨水妈出巡 能真的天降甘霖 记者陈生伟徐文 李云杰SNG小组 台中彰化采访报导 记者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